北京法院重判十八年有期徒刑 10月11日 《人民日報》微信公號合客島刊登報道 最率任志強一案的細節 指他在華園集團一人讀大 利用職務便利 貪污公款、收受賄賂、挪用公款 涉及的款項超過2億2千萬元 在9月22日 被北京法院重判十八年有期徒刑 文章聲稱 《欣之強被法院認定的四項罪名》之中 欣之強承認所有指控事實 致願接受法院判決不上訴 外界普遍認為 欣之強被重判是因言獲罪 是中共對他的政治打壓 而欣之強不上訴 就是擔心兒子被連累 北京資深記者高瑜說 欣之強不上訴不等於認罪 他說我們沒有看到任志強的自我辯護 這就是重判 只能夠說明習近平的膽怯 就是批評他幾句說話 而且批評的是疫情 向他追責 他認為任志強是替反習的人坐牢 有分析認為 任志強被重判是習近平警告黨內的紅二代 不要有不同聲音挑戰他的地位 任志強的北京朋友 向海外熱門博主一見飄塵說 中共政治局常委王烏寧 是重判任志強的幕後人物 王烏寧意圖討好習近平 妄想在二十大做副主席 就是重判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